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赌博研究所 继续和大家来说 未来4月19日星期三跑卖赛卖日的赛事 这次我们这个系列叫做连赢及位置Q过关二穿三 和大家买过关,买回两关 至于我们买到的打关,就会买这一场的第二场 这一场第二场是我们的五班草地斯兰 1200米的赛事 这一场马也是很简单的 只有12个马 基本上都是12个马 都是一些不多不少的马 而在这一场马上 有一匹马最近跑得挺好的 跑到第一回来的 说的是这10号的投资有利 这一只投资有利最近跑到第一 成绩叫做不错 而大家看看这一只投资有利 最近的第一是跑什么场地 这一只投资有利 最近就是跑这个沙田草地 1200米五班赛事 就是说赢到马 跑沙田千二五班赢马 还要是说排着12档 劣档来赢呢 其实我认为这一只投资有利 也是一只挺强的马 因为在沙田草地千二短途 赢得到也不简单 还要你是说搭着个劣档 对吧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只投资有利上将是怎么跑 我认为这只投资有利上将的这些表现 其实真的绝对不差 但我们一起留意 这只投资有利上将是怎么发挥 排着12档劣档 就是这只投资有利 就是这里的那只马 蓝三 红帽的这一匹马 今场八毫马一匹 你看回 这只投资有利 其实头段时间都被人顶的 是吧 因为他排着12档劣档的关系 被人一路顶在三碟里跑 跑在这三碟这些位置 肯定是说蝕的 肯定是说不着数的 但是大家看回 这只投资有利 这只马尾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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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前面那些戴得很順 你見到這隻馬 擺頭走的這匹馬 他都壓軌了 他心想自己贏得 壓到報速這麼慢 這次還不吃 但居然這隻這樣的投資有利 是很強的 你看騎士在看 你看騎士是嗎 看的 根本覺得自己贏硬的 但投資有利 整支箭飆上來 都焗到這隻馬要打邊 他一見到後面有馬 衝上來 立刻打兩邊 本來想著壓著 壓著回去 但投資有利的勢就好 一衝就過了 連這隻頭 連這隻擺前走的馬都過了 所以我認為這隻投資有利 上衝的表現其實是極好的 真的不簡單 第一 因為大家留意金牆馬的捕捉時間 其實金牆馬頭800米 是在46秒82 這些時間比標準時間慢 慢捕捉其實完全不來追 但居然 金牆馬這隻投資有利 是能夠後上 在包尾 尾 外跌 被動位置 以一個勁勢 成支箭 殺到上來跑到第一 所以我覺得這隻投資有利 就是上衝這些第一 真是沒得頂 真是很強 那 上衝其實也是 你擺前走的馬來跑的 就是天天智庫 擺前走紅生 就是天天智庫 田大安放他 放得很順 很淡定 但居然 最後都要輸給他 輸給投資有利 跑到第二 所以我覺得這隻投資有利 真是不惹小 很明顯 跑五班是不惹小的 上衝這些對手 都不弱的了 老實說 你看看 天天智庫 紅運巨星 街磚三 開心在來 親愛的 這些不差嗎 肯定不差 很多匹馬 根本再出有好表現 大家數一數就知道 好似街磚三 街磚三 今場跑第四 輸給了 投資有利 再出他什麼成績 再出保重 人家一轉去跑 跑馬 你對他弱組馬上贏 是吧 理得你 你劣不劣當 排十二 劣當 所以 上早馬 這早馬是強的了 真的沒得爭 因為 你放在這裏 好像另外那些 要力之誠 今場跑第八 又是輸給你的 投資有利的 但再出人家 又是入架 又是跑得好 是吧 一起看看 跑第八 要力之誠 再出在沙田 又是跑近 跑第三名回來 所以今場馬不差了 投資有利 能夠贏 還要排列檔 這樣的情況 來得爭 吃著慢步速來得爭 所以我覺得 未來這一場馬 他再出再來去跑的話 其實是要買回他的 因為這次 都轉場地來去跑 跑跑馬 那些五班草 千二米 對於他來說 不是說不要跑的 這隻馬都會跑的 因為今季 他都跑跑 你做的千二米五班 是有好表現的 是吧 當時用星仔騎 跑第三 所以今次我覺得 他跑跑馬 也是適合他 繼續用他的贏馬 跑當星仔上去 是吧 搭回七檔 漂亮檔 打完黃牌 隨時來這一場 贏完再贏都不奇怪 轉場地就再贏了 是吧 所以今場馬 我們第一隻會選的馬匹 都想選這隻十號 投資有利 來對他試一試分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第一隻會選擇到的馬匹 之後 就來講我們第二隻會選擇的馬匹 我們第二隻會選到的馬匹 是哪一隻呢 這次我們第二隻會選到的 其實就想選到一隻 最近 看似沒有什麼賽職的馬匹 來賣的 那我講的是 這隻二號的 古浪順風 這隻古浪順風 其實你看回 他最近的賽職 不算是太好的 這匹古浪順風 最近的賽職 不是太好的 最近他都跑了 第十、第八、第十 這樣回來的 跑跑馬 草地 千二 沙田草地 千二 好像都不是太好 所以他最近的賽職 是看似 不是太好 真的成績好像很差 那 雖然這隻馬 最近的成績 看起來好像不太好 但我覺得接下來的一場 大家千萬不要忽略這隻 古浪順風 我覺得這批這樣的 古浪順風 在接下來的一場 絕對有機會 是贏馬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原因就是因為 我覺得這批 古浪順風 根本上就是一隻 在今季 存了很久的馬匹 來的 今季他真的存了很久 我覺得這隻馬 根本是老早有表現 但是他是 一路都未見真章 為什麼這樣說呢 原因就是因為 大家要留意 這隻古浪順風 在季初的成績 其實這隻馬 在季初的時候 平著53分 52分 51的時間 他是能夠跑近的 跑第四第五 這樣 是吧 第四第五 這樣回來的 這些成績 其實我認為他是不差的 根本上這隻馬 平著51分 52分 53分 都是有表現的馬 來的 今季他之後 那些成績跑得差 根本上他就是 在搏減分 是吧 最近那些什麼 第十第八第十 全部根本搏減分 你看看馬 上次怎麼騎他 根本騎到都 完全不是路 上場排著五檔的 就是古浪順風 古浪順風 就是這裏的這隻 橙藍尖衣衣 橙色帽的這匹馬 這匹馬 你看看 古浪順風 他跑出來和人搶 整堆馬搶 他還跑出來和人搶 搞到現在都被人頂 在二、三碟的位置 之後去到轉彎 入直路 你看看 這隻古浪順風 他其實 看空島之後 他都被外面那隻 銀進一下壓過去 導致了 這隻古浪順風 那條跑線被人斷了 騎士也是斥了一斥的 所以這隻古浪順風 上場阻滯多多 最後 都不能夠跑得好 根本上 整個跑法 跟他之前跑得好的時候 那些跑法又是不同的 所以這些第十 根本哪能夠做得準 根本就一直在減分 這隻馬 整季根本一直在減分 但是 接下來這一場 就不同說法了 我認為這隻馬 根本就減分 減夠了 現在的評分是厲害的 因為這隻馬 根本是51分 52分 53分 有表現 現在39分 39分 對比分 51分 你現在都賺了多少 你解解 賺了12分 賺了12分 來跑 接下來的這場馬 根本這隻馬 平分得好到暈 賺了12分 還要降班 降一班 今季還在跑四班 接下來這場 跑五班 所以我覺得 這筆這樣的馬 降班來跑 是有利益的 評分是有利益的 評分是有利益的 我當你 不要計算51分 這些評分 你當我亂說 是吧 可能你都覺得 跑第五都不是什麼 第一是厲害了吧 你看看 上季 他跑第一的那場 是跑跑馬 草地 12米四班賽事 那接下來三十九 你至少賺了六分 賺六分 來跑 降班 跑分相同路程 和場地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接下來這場 絕對有機會 還要再加上 這次 他特意安排報民 上去 這場馬 特意放報民 你猜他來了不來了 放得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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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 大家看看這隻馬 這次的配備 是特意帶個B 上去 特意帶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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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意思 戴個眼罩 是甚麼意思 戴個眼罩 即是說 這隻馬 是想用他贏馬 的時候 那些配備 你看 這隻馬 在今季的配備 都不同的 都不是戴個B 是戴個TT 戴個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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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個沒有配備 沒有配備 即是說 沒有一次只戴個B 但這次他特意只戴個B 而戴個B 是他贏馬的時候配備 他贏馬的時候 只戴個眼罩 跑馬 做12位四班 所以 接下來這一場 其實他是用回 整個的贏馬配備 再跑回他的贏馬路程 和場地 只不過是說 降了班來去跑 即是說 跑回相同路程的場地 但還要降班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今場馬 真是好處到偶的 這次賽前 古朗順豐 還要做足粗年才出來跟你跑 他不單止說放布文 換配備 他就說 做足粗年 想鬼埋重化跟你操舊 先 和之前哪一樣 上次馬雅騎賽前 怎樣 哪有想重化 這些減分 減分賽前 想什麼鬼是重化 但接下來這一場 賽前他是特意想重化 操完 試了貨集 這貨集 跑第三 這樣才說 再出來 被報民來騎 所以我有權相信 這隻這樣的馬 在未來的一場 是想保重 是想贏的 所以今次我們第二隻會選的馬匹 都想選這隻 2號的 古朗順豐 來試一試 看看今次這隻馬 降班了 評分這麼好 報民這位 外籍大師傅 能不能跟他 開到齋 贏到馬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頭兩隻會選擇的馬匹 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 第三隻會選擇的馬匹 我們第三隻會選到的 其實想選這隻 6號的奧華威威 來買 為什麼今次會選這隻馬 我們先來看看 奧華威威的賽者 這隻奧華威威 其實最近那幾仗 其實都是用報民來對騎的 報民騎 但是今次 就轉了用嘉莉 雖然說用轉嘉莉來對騎 但是我覺得今次還是要買回他 因為都沒辦法 報民今次不騎 他是因為他選了另一隻 選了另一隻 我們剛剛才提及到的 那匹馬 那匹馬有好處 他選的那隻 我覺得都不意外 棄騎了這一隻 但是這隻馬 其實我跟大家說 都是不差的馬來的 因為大家看看這隻馬 最近那些成績 其實這隻馬 最近在3月29號 跑了泥地千二米 五班賽事 是說能夠跑第三 是吧 能夠跑近的 叫做成績好了 而他這些成績 你看回 其實他就說能夠贏到 創高峰金牌實力 當家信心 這些馬 這隻馬不差的 我跟你說 跑第四 這些創高峰 今場雖然輸給奧華威威 但是再出人家保重 人家輸是保重的馬 所以其實上將 他是對著強組 跑而是說跑第三 所以這隻馬 也是叫做一隻 最近有狀態的馬 雖然說跑泥地 不是這場馬來的草地 但這隻馬上像的表現很明顯 讓你見得到 它就是一隻有狀態的馬 有狀態的馬 你接下來跑馬地 草地五班千二米 就絕對不可以忽略 因為這隻馬 它在今季 叫做贏過草地賽事 贏過草地 沙田的千二米五班 爬著十一檔 都能夠贏得到 接下來轉場地 跑馬地 根本它是好處 因為對分著弱一點對手 而且它在今季 跑馬地 草地千二米五班 根本有成績 是吧 在十月二十一號 用嘉里 都能夠跑到四 根本表現不差 所以這隻馬 不會不會跑馬地 我來說 大家可以一齊來看 當時嘉里 跑馬地 千二米的這一場 是怎樣跑的 嘉里這場馬 就是這裡的這匹馬 六號馬匹 六三黃帽的這匹馬 就是它 六號馬匹 請大家認真 投電時間 出閘不久了 騎士會馬上打一打 打一打 現在的鞋留在 大約 最後一個位置 我也在 留得非常地大的 所以馬上馬去過 沿途還是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 只要去到 轉軟出直路 你看上這隻奧華威威怎麼跑 這隻奧華威威 嘉里騎撃到它 大約在6、7碟左右轉彎 還要再加上,他在6、7碟轉彎,看空不到 剛剛看空不到,被前面那隻抹了 他要怎樣呢?再打遠一點 再移出去,移到外面,10碟來看空衝 現在才發力,現在才衝 現在才衝,最後100 但居然這麼持發力,這麼蝕,這麼愛疊 最後也能夠照樣衝上來,跑到第四 所以很明顯,這隻奧華威威跑馬的1200 都是有了道 接下來,跑分相同的路程,搬上場地 所以我覺得這匹馬,都是要買的 因為這匹馬是有狀態的 更何況今次,放嘉莉上去都不是說不好 因為嘉莉都叫騎慣騎屬這匹馬 所以放他上去,我覺得都對的 就算報名不騎也好,都選回他 因為這些馬其實很棒的 這次排著二檔,漂亮檔,來跑 其實很好跑的 跑跑馬,你排二檔最好的 內檔最好的 總之一二三四檔 所以二檔,漂亮檔,打完黃牌 我覺得這些馬是要買的 所以今場馬,我們第三隻會選到馬匹 選這隻六號的 奧華威威,你們去試試 好了,講完我們過關的第一關之後 就來講我們的第二關 我們第二關就會買到這場的第五場 這場第五場,就是我們的四班 祖尼斯蘭,千二米的賽事力 在這場馬上 其實我們一早就已經出了一條 單Q給大家 那個系列的影片 就叫做單Q一窗過 即是說,螢光幕上 現在的這張圖片 基本上 大家只需要去我們的頻道 按這條影片 又或者按右上角 好像Ig的提示 就可以找到我們 單Q一窗過這個系列的 那條影片 在單Q一窗過這條影片裡面 基本上有我們的詳細分析 我們會講 這一場馬上,我們會買哪兩隻 以及為什麼我們會買這兩匹馬 如果未看的朋友 可以來看看 至於今次我們的投注策略 是怎樣呢? 我們會怎樣買這條過關呢? 基本上很簡單 我們只需要買回 連贏及位置Q這個彩詞 之後買回過關方式 二穿三 將兩關的馬匹 來做一條二穿三的過關 就可以了 這次就是這樣買了 如果大家和我們同路的話 都不妨試一試這條過關 在接下來的這個賽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贏錢 我在這裡祝大家贏多一點 這條片來到這裡 今天大家記得訂閱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還有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